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大家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神早新聞報寸,希哥麻煩 來到9月14日,星期二 今天的天氣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趁雨 當然是日間酷熱 最高氣溫有33度高 酷熱天氣警告都是現正生效的 各位注意,補充水分,防曬,不要曬傷 稍後的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 接下來,星期三、星期四就不太好天 開始多些趙雨 大家就戴著把傘,穩陣 是,先跟網友交代 昨天有個節目說,胃不舒服吃的黑膠輪子數 極多人來問我 喂,五仔,哪有買,哪有買,哪有買 然後有一個我回答了他 我就說,我上次說了一次 黑膠輪子數,我沒有說什麼牌子 然後,我去買的那間,想找回 我被人掃光了 全線掃光了 我被迫著買一隻貴的 誰知道,我想說便宜的那隻 我吃光了一瓶就沒料到 貴的那隻,我吃幾粒就搞定了 所以,我上次不小心說了之後 那些人去掃光,掃光了一隻不行 這些就是緣分 其實我自己去買東西,我也是一隻試的 好像你說橙有維他命C,我沒有說什麼牌子 那你找到就去試一下 我可以又未必你可以 我不行又未必你不行 所以這些就是講緣分的 有些人說,在哪裡買,哪裡買藥房沒有 這些不是藥房 上網打黑膠輪子數,有很多地方去買 不用我去推銷,我又不是做這門生意的 剛才你說到這麼熱,清水灣又浸死人了 清水灣二灘 南泳客如暱,昏迷宋遠不治 昨天,下午三點半 游泳的時候浸了 救生員發現 發現到他也不行 不行,89歲已經很老了 游泳到九十歲,竟然在水裡走了 很難說 天氣又曬,你中暑你不知道的,曬著頭 再說,天氣熱可能人也會早點 昨天拍曬出來的,在薄芙林 有一對小女孩,小女孩在讀書 冒著書包,衝過馬路 司機急殺,嚇到心裡來 差點被車撞到,兩個年輕人、年輕妹 很多人都不清楚,看到車子怎樣 然後肯定飆過馬路 有時候我們急都會 剃印也剃自己 你快得那一陣子,十秒都沒有 快那兩秒就沒有了一輩子 這個是最愚蠢的,算是賭博 拿一條命來搏 是啊,真的,你快得多少? 趕著去哪裡? 這些有什麼事,只是趕著去死 其實沒有什麼急的 沒有什麼急的,這個世界 心最重要是要定 還有這些,就這樣走去 你不懂得守規矩 下世回來的肉身就不用你守規矩 做動物的,很慘 葉不太重的,做寵物 葉比較重的就做野生動物 所以很慘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好,再說一些意外 尖沙咀搬運工人 被雲成壓傷 頭破血流啊,送院治理啊 雲石多大,你看 它又重啊 那個雲石,成到門這麼大啊 哇,叫什麼? 搬運的時候,意外被摘多個頭 哇,見狀立刻報警 送去伊莉莎白治理 是啊,要研究一下為什麼 這麼嚴重啊,真的 但是,昨天上午10點而已 是很辛苦的,現在做這些努力工作 再說一件 官堂之前遊行暴動 無業男人認自己是用竹枝去打警察 哎呀,真的 然後就跟法官說 這些受現場的氣氛影響才敢做 這些都是 我說很無謂的 用竹枝打打打敲打 督策的左邊手臂 又可以改變到世界是什麼呢 對不對 那時候白衣人這樣 用藤條打人都被抓了 現在這個打警察也很嚴重的 就是因為這個23歲 所以我說 昨天說的那件 那些年輕人 他們說 八、九十後看過世界又不同 這些是九十後尾 已經是1998年出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對社會 這麼不同的看法 大家都不知道大家 這些很難說 另外一個又是二十六歲民元 又是九十中 九零年代中出生 參與暴動 2019年 他們還有個二十五歲 這些現在才審的 他說 當時因為社會環境的影響 一念之差 還有現場有人鼓吹 就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叫那些人 過去了 以後最重要是和平 好不好 好啊 講一下 這個深水埗 有一個棚架工人 在七樓掉下街 那條腰 幸好是綁住那條安全帶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做事的捉棚 突然間倒下 嘩 如果你沒有 摟過那些安全帶 你整個七樓飛下街 就死了 是這麼大 是啊 死了 他半天掉 最後就是獲救了 那個棚架突然間 狗臂架 叫做 不穩陣 整個塌 你看照片都知道歪了 幸好他有帶安全帶 掉了在天上 二十分鐘 一壓寒 半天掉二十分鐘 嘩 嚇死人了 做這些高空工作 最後就是被人救回來了 消防員游繩下去救回他 安全 沒事 虛經一場 街坊都看東西 有個男人掉了在天上 嘩 看著他身邊 指著指著 深水埗一帶都是很嚴重的 這次是長沙環 長沙環有個笨賊 他也是笨的 他不知道是由天眼看著他 你看到今天的主題 天眼看著他 因為他沒有戴口罩 噢 多笨 你戴口罩 不知道你是誰 你不戴口罩 大家都認識你 戴口罩都說難找一點 對 鋪上網你就死吧 這樣見了 沒遮沒染 神仙難變 沒有口罩賊 潛入茶餐廳 十分鐘 偷了一個過萬元的銀頭 噢 生紙 對 偷十萬元的生紙 還有兩部平板電腦 索仔 真是傻 十分鐘 被人拍到了 現在警察追輯他了 昨天凌晨6時51分 他也想偷東西 但你不戴口罩 說平時不守規矩 戴口罩是這些規矩 來的 拍照 真是笨 好 再說 福建蒲田爆得很厲害 疫情全外滲風險 香港做事 政府說萬人一拍 也說一說 有些報紙批評香港政府 但也叫做回港議暫停 因為慢了澳門一拍 澳門和香港比較 報紙寫萬十拍 港府萬十拍 又輸給澳門 有四天空窗期 上星期三 他將香港人免檢疫的回港議措施 由廣東省抗至全中國 怎料福建省的蒲田爆了 澳門政府馬上收緊當地入境要求 說永遠慢澳門十拍的港府 生生來遲 遲了一天才叫停有關的安排 導致搞了四天空窗期 有專家批評回港議不是新的 應該一爆就停 沒理由那晚吃了豬油膏 唉呀 隨時會釀成第五波的爆發 網友經常在下面說第五波 接下來呢 經常都很害怕 這些 國安天命 爆不爆也是這樣 不是怎樣 現在暫時沒事就行 昨天的確診數很低 沒有 零確診 有輸入 待會慢慢說吧 先說國泰員工 無良到不得了 被人告去勞工處 這件事 他這樣說 今天的新聞 他說 國泰員工應該有些人去投訴 心臟有問題 有醫生子 不能打針 炒 好 前員工被炒了 國泰 拘捕針不近人情 很嚴重 有個人是心臟病發的 六月底心口痛入院 懷疑心肌也有問題 醫生找不到病因 西醫找不到 照來照去找不到 有心電圖 全部交給他 有醫生子 不適宜打針 但是 炒 也是炒 很多 有一個說 心臟病進行通波仔手術 然後 也不行 另外 還有 還有一件 就是 這個 講他有甲狀鮮癌 甲狀鮮癌 不能打 炒 還有一個 在餵母語的 是媽媽來的 他懷疑 可以不可以 因為台灣好像說 有死了B 打針後 奶有毒 那些是用微的病毒來 讓你有人體抗體 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 他打針 大家也知道 醫生也不建議 他還未完全退奶 他還要說明 其實今年的12月1日 就會 不戒奶 等著12月才打 但公司9月發了一個 電郵給他 他就說 蛤? 9月8日 9月8日 就不用上班 正式解僱通知 郭泰不近人情 平基會那邊說 如果因為健康理由 打不到針被人解僱 就是涉其事 這樣 有些國泰就說 有這樣的問題 你去勞工署 找勞工署 我不知道 你知道勞工署也是政府的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又這樣這樣呢 以我所聽到 我又沒有聽過 你說國泰接觸 那些人 輸入什麼 那海關呢 海關也是輸入的 海關如果有醫生指 政府工來 會不會逼他打針呢 會不會說炒呢 聽又沒有聽到 對不對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政府有其他部門可以調他去別處 但是 這件事 放上報紙 還是兩個蝙蝠來講 國泰 這個是間接歧視 會不會被控告呢 國泰 其實年年虧錢 現在都虧得很金 他又很勒手做這些事情 所以 那些人會 拿來講一下 還有 講回 增一個輸入個案 在香港其實已經打齊兩針 打齊兩針 Beyond Tech 7月在香港已經驗出有抗體 之後去了一個地方 我也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叫卡塔爾 就輸入了 他打了針 去那裡再回來 哇 中了招 唯獨是這個 一個 香港本地已經連續27天清零了 沒事了 但是昨天說死了一個阿伯 他說中了招之後 半年出不了院 接著就過了生 就是這樣 這些 很多問題 這些身體的 不是說只是這些 對不對 經常叫人戒煙 又不聽 有些人 我遲些有個專題又說 講開佛教的時候又說一下 哇 我上次叫人戒煙 那些人說我自己戒了 在那裡說風涼話 真的夠膽死 真是 唉 淒涼 好 再講一些新聞 香港屯門龍門居 傳出巨響 女子 賭卧平台死亡 40歲 姓老 老 老文杰過老 當場死亡 沒有檢獲遺書 死者有情緒病紀錄 就是昨天早上10點 這件事 再講了 有些警察在沙田抄抄下牌的時候 打擊那些為例泊車 昨天晚上11點 抄抄下牌突然間 砰 警察就知道什麼事了 發現有個小孩掉了 12歲 這麼恐怖 恐怖 12歲男童 墮樓死亡 證實不治 明顯死亡 多處骨折 沒有生命跡象 12歲 不排除有人在粵和流 高空墮下 調查 通知死者家人到場 這樣 又是沒有遺書 那些小孩無端端就是 琴槍玩嗎 不是玩 12歲打手遊 自己跳 剛剛上學 我告訴你 一開學 很多年前 我已經呼籲小孩不要 因為有壓力 各方面 不侵他玩 欺凌 功課根不上 被老師罵 如果接受不了壓力 開學日會有很多單 這些是珍惜生命 真是的 好小事 多點跟小朋友聊聊天 你現在是什麼 伸手倒而已 你還沒出來打怪 說真的 我有時候見小朋友 很小 幾歲的那些 不懂得哭得很淒涼 你現在就哭了 做大人的壓力 比你們多得多了 你有沒有覺得小時候 無牽無掛 基本上 讀書壓力那些是廢的 基本上 讀書壓力那些是假的 但那些大人經常告訴你 讀書又怎樣 我們 晚一點就講一個 topic 就說 那些人 畢業 變失業 大學畢業那些 畢業沒有工作 有些學校被人點名 就說他們是 搞那些社會運動那些 那我心想 超 大班人沒有學歷 賺很多錢 失業 什麼 不打工又如何 自己創業不行嗎 但是我告訴你 家人有時候 給了很多壓力的小朋友 他們不知道 社會不同了 你說打工工字都沒有出頭 但是香港現在 社會的網絡這麼厲害 做生意又不用舖租 在網上各樣 有很多機會 不用想一邊 做人 好不好 再說 在太子道東 三輛車車禍 貨車翻側 交通就阻塞了 昨天正52點半 那時候交通相當濕塞 另外又說 有個偷有賊闖入青衣的船廠 偷走船隻油箱9000公斤燃油 怎麼拿呢 53歲 員工報案 有人偷了9000公升的燃油 這麼便宜 3萬7公升 9000公升 我有沒有寫錯 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嗎 好了 後面很搭油 這些呢 是拍到一小部分的 告訴你 一哥篤斯 2,800個警察 2,800人 整隊軍隊 人家日本戰國打的村戰 都沒有2,800兵 是500兵打500兵而已 很誇張 2,500個警察 拘捕了298個人 大反黑 現在掃 雷霆掃穴 平均9個唯一 是呀 很厲害 9個唯一 賭破 毒窟 13間非法賭博場所 拘捕了300人 很誇張 連續幾天 不斷掃 不用睡覺 黑社會不用睡覺 警察也不能睡覺 因為一哥也不能睡覺 蕭澤儀 現身尖沙咀 毒師 不止 他先拘捕115人 什麼字頭都拘捕 那些科天 新界義務保安隊 那些全拘捕 連續四天拘捕298人 被捕人士包括 193個男人 105個女人 年齡介乎 15歲 至84歲 你想想 那個範圍都很大 很大 所以說 不要做這些 又不能睡覺 又被捕 再說 沙田有個25歲的男人 25歲的合法年齡 跌入那些裸療的陷阱 被勒索 萬元 差點錢都沒有 勒索12800元 零頭 被女子拍下不雅影片 當然在自己擱著 案件列作勒索 由沙田警區說是跟進的 未有人被捕 使用軟件叫什麼名字 這個 Tinder 出奇蛋 有個叫Tinder 直播 跟女兒在這裡玩 跌入這個裸療陷阱 叫大家不要這麼笨 拿出來玩 好 講一下中台的東西 天天都有這些飛機文 飛機就是戰機 我意思就是 哈哈哈哈 台灣 又說台灣 看光演習前夕 台灣最高戰時指揮中心 就是火警 指揮作戰 失能30分鐘 爆發小火警 沒有人受傷 但是 而此導致全台灣 終極指揮中心 恆山指揮所 整個失能 無法指揮監控 作戰長達30分鐘 即是說他 演習之後又這樣又這樣 經常都有些新聞 現在中國那些少看了 又做一宗台灣你看看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不要緊 有什麼所謂 那好吧 台灣駐美國的使館 喂 醞釀要改名 他不給你 台灣代表處 台灣經濟文化代表處 要改為 什麼 台灣代表處 接著就說 環球時報說 北京在外交經濟軍事 都準備攤牌的了 快啊 不是 真的要快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老爸那輩 不是在說我 我老爸那輩 小時候 都經常說 要武統台灣 然後 因為我老爸都很愛國 很愛國的 但是他小時候跟我說 中國經常打 快要打台灣 因為我小時候聽到你的消息 我老爸跟我講一句 可以的了 在我小時候講講到現在 不是真的 你現在都改朝換代了 又說別人差 你們厲害 這樣 不過 這樣說 就不要打仗 因為我知道 有一些方法是很簡單的 因為他們很快都什麼 又選舉又成成 不需要的 就是和平 最重要 用一個文明的方法 再說 中國那邊 武漢有一個律師被槍擊身亡 兇手不滿敗訴 嘩 沒得包贏的 找個律師打官司 然後開槍打死律師 輸了 這件事在武漢發生 那個律師只有三十歲 真可憐 無端端在大陸可以找到一支槍 嘩 喝完酒之後 就開槍打死他 兇手不滿民事案件中 房產被法院強制拍賣 我找了律師 律師也幫不了他 這些事情 怎麼會打個律師的 律師是幫你說的 但最後判的不是 但是做這些事情當然不對 嘩 這樣開槍打死人也可以 一來我就不知道他在哪裡買一支槍回來 另外我之前認識的一個律師朋友 他都被人控告在香港 他說 我女人找他做都是這些 然後說 找你打官司 然後輸了 要他賠律師費 然後有一個法庭律師跟我官說 他傻的 哪有得包贏 是不是 你找我幫你 你這件事沒得打 當然我告訴你 有多少成的機會 但最後都是法官判的 對不對 輸了官司 沒辦法 但你走去打死人 真的不行 另外再說一件 打風 因為台灣那邊 風吹了台灣 有人 拿了一個充氣的橡皮艇 偷渡去金門 五十歲大陸男人 投奔自由 就被人拘捕了 他說是投奔自由 清妖 沒辦法了 被人拘捕了 會被拘捕去哪裡 這些不清楚 暫時都是 大陸那邊說這些事件很罕見 因為是橡皮艇 這樣就 不清楚了 他說很罕見就可以了 今天的新聞到這裡 謝謝喜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下留言給點讚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